大家好 歡迎收看趨勢新指標 我是黃子東 今天是6月6號禮拜四 今天的大盤 我們先提醒一下投資朋友 它算是一個陷阱題 我們必須要進到提醒的義務 今天你會認為說 加權指數 已經快要再次來到2萬2 大家今天一開盤 應該已經很清楚了 因為稍微換算一下 昨天台積電的ADR 你也知道今天大盤要走高 但是 如果你去看漲跌加速比 其實今天 還是稍稍偏向於一個震盪整理盤 跌加速明顯多過於漲加速 甚至連貴買市場也一樣 大約是2比1 跌2加只漲1加 到底今天的盤是出了什麼問題 兩個部分 第一個 因為全部都是台積電一個人的50 那這個部分 我認為還是正面看待 第一個 台積電進行庫長股 慶祝一下慰澤家上任 這個部分 我們給予的當然是正面的評價 但是如果我們今天以操作的面向來看 今天一個跳空 不好意思 可惜 全部都集中在極檔個股上面 那這個部分其實也不是壞事 為什麼我們這麼說 第一個 資金的輪動模式永遠都是第一個 我們先漲台積電 或者是先漲極檔重要的全資股 然後資金慢慢做一個外溢的效應 再溢到一些二三線的相關的概念股 中低價的也會跟著一起在這個地方 鸡犬升天 所以今天這個步驟 我們提醒一下投資朋友 今天應該不是一個買進股票的好時機點 對 我們說 我們就跟別的分析師不一樣 別的分析師 每天都跟你講 今天是買好股票的時間點 每天都跟你講 趕快進場 趕快進場 不好意思 我提醒你 今天不是一個好的進場時機 真正好的進場時機 應該是台積電休息之後 輪動到其他的相關族群 那個時候才是你進場布局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的操作步調都是一致的 甚至昨天我在社群平台 也寫了一篇文章 我們怎麼寫的 6月5號下午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們說也不只是會員 我們跟所有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的粉絲 這段期間 兩檔廣自備的個股 梁廣總督 這兩檔都是從機殼切入到散熱 一檔叫做6125的廣運 另外一檔叫做6117的銀廣 我相信一些比較資深的投資朋友 應該都知道 我知道每一次台積電攻高的時候 其餘的一些中小型個股 應該是偏向於休息 這個很清楚 甚至現在連族群 都發生一個這樣的現象 來 昨天我們講 我們本週其實一開始 就已經在調節6125的廣運 真正的老師不是每天跟你講 有什麼好股票趕快買 而是要跟你講什麼股票 你要趕快賣 這兩件事情是同等重要的 因為你只買不賣 有獲利嗎 沒有 都是看著他運起 然後怎麼樣 看著他樓塌 這個部分當然沒有他 我們稍微講的誇張了一點 只是進入了一個良性的整理 我們講的是良性的整理 不要誤會 先來看我們的訊息 所以6125的廣運 賺了一個大波段 本週一開始 我們反而是先站在賣方 6月3號曾經還衝高一個陷阱題 一根漲停板 鎖死 大家認為那沒事啊不用賣 6月4號的時候一根大反轉 開始 個股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我們本週一開始就提醒你 我們開始進行一個調節 然後因為當初我們還沒有賣 不可以亂寫績效 現在一買一賣完成了一個波段的任務 50%還可以的 這一段期間跟著AI相關的族群 你說一檔個股要賺個50%到70% 其實都不是困難 因為我們這些二三線的小型個股 是隨著趨勢一同在這個地方 往下一個世代賣進 股價漲50%其實不過分 另外一檔也不過分了 6117的銀廣 因為我們的順序是這樣子的 請觀眾朋友稍微包含一下 第一個我們當然是先服務我們的會員 所以買訊跟賣訊 買什麼價格賣什麼價格 我們都清楚的跟會員交代 發在企業簡訊裡面 第一時間收到資訊 那當然如果發生了什麼風吹草動 老師的粉絲我們也很感謝 長期收看節目的您 所以怎麼樣 在我們的社群平台稍微點一下 該調節的時候還是要調節 我們不跟任何一檔個股談戀愛 按照我們的節奏操作 6117的銀廣 昨天6月5號我們講 全數獲利出清 算一下績效 差不多賺了70% 一檔個股 我們說即使我們找到一檔好股票 趨勢對了方向對了 一波70%的獲利 先放口袋 這個操作我認為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我們說了 如果你看我的節目 你看了幾集 你大概會發現 我知道子東老師有一個缺點 這個缺點就是很龜毛 甚至我們說會員也很清楚了 買一檔股票 買在什麼價格 斤斤計較 賺錢本來就是如此 能夠多賺一塊錢 我們當然帶會員多賺 所以昨天賣 昨天賣的原因也很簡單 銀廣目前為止已經是儲置股了 它不只是駐易股 它已經是儲置股了 昨天開始 儲置股 基本上 我們在這個地方也沒有推薦說 現在就進場 因為分盤交易並不是那麼好操作 即使我認為產業是對的 進入到實務的操作面 我們也不鼓勵投資朋友 專挑那種已經有點投機性質 當然它沒有 而是現在已經分盤交易了 你操作起來自然會綁手綁腳 當然五分鐘一盤其實還好 所以昨天我們做一個了結 它是一個陷阱題 什麼叫陷阱題 今天你可能會認為 今天大盤保險的不是很好嗎 剛剛我們講了 陷阱題出現在這一檔個股 台積電創高是好事 但是對於中小型個股 好事發生的時間點是在後面 你有必要急著 今天就去做接刀子的動作嗎 好像沒有必要嘛 對不對 所以回過頭來來 老師的缺點是龜毛 龜毛也有龜毛的好處 你不會上當 你不會知道說 哇這個地方今天一開盤 就認為說還可以續爆 或者是還持有 這兩天這個禮拜 你就要適時的先做一個調節 所以今天後面 慢慢的開始有幾波的賣壓出爐 就是有一些投資朋友也發現 嗯 這個行星好像有一點不對勁喔 今天都是這檔台積電 當然還有一檔連發科 那這幾檔個股 目前為止我們說 大型的全值股會先進行一個撐盤的動作 但是真正股價有表現的時間點 應該是出現在下一週 所以這一兩天先不要太急 沒有關係 來 但是跟著我們的腳步操作 你可以先把手續辦好了 辦好手續 下個禮拜直接開始新一輪的佈局 對照一下這段期間我們的操作績效 資金第一個 我們看台積電 也算是一檔指標股 什麼叫做指標股 你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來今天新台幣是升值還是貶值 因為是相對報價 今天新台幣是升值的 資金有沒有出去 資金沒有出去 只是先做台積電 做完了之後 後面就輪到這些二三線的概念股 當然再回過頭來講一件事情 今天也許有一些資金 等著明天 明天6月7號 回答要拆股 那這個部分 如果你是有投資美股的 你說老師那這個進行一個拆股 哇股價一拆四好便宜 能不能買 我們偏向於一個正面的態度 這個勾我們打了大概八成的勾了 為什麼剩下兩成我們做一個保留 來第一個如果我們稍微去回顧歷史 上一次揮答拆股的時間點 2021年 830塊錢拆股 後來拆到不剩200塊 190幾塊錢 短短的三個月 當初揮答的股價又從200塊錢 跑到300塊錢 因為當時的趨勢是對的 我們講的趨勢是個股的趨勢 產業的趨勢 那以揮答我們講 當然大家最主要看重的應該是 接下來資料中心的這個部門 後面的營運成長 也出現了一個反轉 這短短的兩年就出現一個大反轉 原本NVIDIA做的是GPU 原本最大的客戶是來自於遊戲產業 現在搖身一變變成資料中心 短短的兩年就發生意味這件事情 那這個部分當然我們也是正面看待 如果當初揮答 原本就是以資料中心為主軸 其實不用拆股 因為我認為拆股也有意思 就是去引進一些小股民 那這個部分增加他們的招牌 但是 揮答的精緻招牌 現在有誰不知道 那進行一個拆股的動作嗎 我們認為有一點小微妙 可能是要討好哪一部分的股民 遊戲產業的股民 因為佔事業組成比重第二高的 其實還是遊戲產業 就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也是偏向於打一個勾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跟您分享 揮答拆股之後 後面發生的事情 200塊錢到300塊錢有得賺 但是2022年股市的大空頭 揮答即使營運再好再有前景 還是抵不過總體經濟 所以我們知道操作個股是有順序的 第一個 我們就是用漏斗篩選法 總體經濟目前為止有沒有出現問題 其實沒有 投資朋友以為會說 目前為止好像我們的楊總裁 在這個地方稍微講了一些話 你會聽到一些政府官員出來講了一些話 說目前為止我們台灣的經濟狀況 好像出現了一點這麼微妙的狀況 但是反過來講 我們說官員的這些話外之意 我們要很清楚 如果今天盤勢後面真的有什麼大問題 這些官員才不敢講這些話 他就是知道我們台股現在穩中透強 講一點比較中肯的話語 在這個地方股市是能夠撐得住 所以我們應該回過頭來看 如果你看到有一些官員出來講一些利空的話 或者你是說怎麼這麼老實的說話 你反而要慶幸一件事情 台股接下來後面應該還有高點 這個部分你要這樣子解讀 所以如果我們也開個小玩笑 如果今天我們說大家把資金扣著 是等著要去買美股等著買回答 這個部分我們應該還是偏向於正面看待 但是一環扣一環 每個環節每一步都要正確 你才可以賺到價差 不然2022年一個空頭年一來 什麼個股做什麼動作都要修正 然後再回過頭來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們講到揮答 大家等著拆股的時候去買美股 其實也是在等同一件事情 我就是在等股價的結構看起來 是比較低位階 比較便宜的時候進場做一個買進 雖然我們說拆股有一點點 不算是結構變低 因為還原這個地方 應該還是在一個多頭趨勢 應該這樣子看 所以這段期間 我們怎麼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你還記不記得 昨天老師上非凡應該有一起看 我們是不是講 第一個 為什麼我們要把銀廣賣掉 為什麼我們要把廣運賣掉 因為我們的會員 資金不是無上限 不是每天跟你講買買買 台積電漲也買 台積電漲也更要買 我們不是這樣子的 資金 我們的規劃的總資金是固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一買 一賣才會有一買 所以回過頭來 來賣股也同樣重要 有一個族群 昨天老師在非凡的前線百分百 其實也跟投資朋友做一個分享 所以我們就不蓋牌了 來 5289的一頂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雖然今天的節目一開始 我們跟你講 小心股市的陷阱題 個股市跌多漲少 有些人就想轉台 觸我眉頭 講這個 這個地方我們就倒過來講 我們是講 今天你在挑選個股買進的時機點 標的時機價位 你全部都要考量 我們有曾經在節目上面講 人家都跟你講說 你看好輕鬆喔 就一直這樣賺錢 不對跟你講 當分析師其實很辛苦 每天要做的功課 絕對比你想像中的還要多 所以這行是很辛苦的 你要從證券市場上面賺到錢 從資本市場上面賺到錢 其實更累 來 回過頭來看 額外的話我們講完了 我們來講 5289的一頂 今天有沒有逆勢上工 因為我們講逆勢 今天扣掉台積電 連發哥鴻海 今天其實是空方結構 5289的一頂 逆勢上漲 第一個 有些人可能會跟你講 跟你講了 這是一個老戲碼 Computex展 一開展的第一天 個股就是跌多漲少 所以這個展覽 黃仁勳的精緻招牌 無法複製所羅門 因為這一次43檔 太多了 但是我們講 如果你今天從南港展覽館 一館 你從經貿二路 直接先進去大門口的正中央 其實先展出的展區 這個展區我認為小可惜 它叫做資料存儲 那資料存儲 來導播這個部分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放大一點 因為大家如果再去分類 比如說這個地方智慧型手機 或者是工業用的相關的電子商品 甚至資料中心 其實中間就包含了什麼 第一個運算 邏輯晶片 第二個甚至連動到記憶體 甚至是硬碟 因為你不只是資料做一個短時間的暫存 那個叫做記憶體 你會做資料的長期存儲 這個部分 未來我們的趨勢 有用HHD的 不好意思 也有用SSD的 這個部分其實都有用 來這個部分 有往相關SSD這個地方 這個領域做一個切入的幾家公司 我們挑出來 其中一檔5289的移頂 另外一檔2451的創建 當然之前我們有跟投資朋友分享 HDD的名義 這段期間股價也曾經拉過一波 做一個獲利了結之後 主菜來了 我們看了5289 我們先看嘛 今天表現的如何 如果今天我們跟你分享完 然後你說股價其實是跌的 那其實確實不用看我們的節目 來 5289的移頂看完了之後 2451的創建 我們也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江波圖走出一個微妙的結構 今天你會認為 大盤沒有行情 個股沒有行情 震盪整理也是正常的 今天大家 我們說你可能會把資金扣著 等著明天去買輝達 或者是先做台積電 買著台積電 今天中小型個股大部分的投資朋友 是偏向於站在賣方 站在賣方 可以合理的解讀 因為今天的盤是如此 怎麼有一檔股票10點過後 默默的就這樣子 有阻力在這個地方 進行敲進的動作 一舉把這檔個股 原本是平盤之下 拉到平盤之上 問一下 如果是您 今天你會做這件事情嗎 你會急著去買股票嗎 不會嘛 對不對 你會先想著 今天的盤是好像有點不對 除非我的是台積電 不然我乾脆短線先賣一趟 所以今天做這件事情 既然不是您 既然不是我們這些小閃戶 還能有誰 主力 來 所以昨天我們在這邊 跟投資朋友分享 不是Computex展 好像展出了 就是利多出鏡 是我們要懂得 從中挑一些好個股 然後這一些個股 來我們的操作步調 我們的創建 是有點漲高 但是如果看到5289的一頂 你會發現 為什麼指東老師要分享 因為如果以技術線型來看 4月跟5月的時候 曾經都各打過一次底 完成一個漂亮的W底型態 然後這個部分 它是因為完成 完整的結構 如果以對稱型態來講 W底底部多少 後面上漲多少 第一階段任務完成 但是這個叫做標準結構 拉回到密集交易區的時候 請問投資朋友 你要站在哪一個方向 主力也知道 線不能破 結構不能被擴壞 所以5289的一頂 今天就會進行一個 撐盤的動作 在節目上 我們都明明白白的 跟觀眾朋友做一個交代 當然你說2451嗎 這個部分 今天它還能夠走高 但是如果以整體來看 你會發現 稍稍有這麼一點點過熱的跡象 還好 上個禮拜 Computex展展覽的前一週 有些個股先拉抬 它沒有這個問題 它反而是趁勢做一個休息的動作 後面是有機會 既然我們在節目上面 曾經跟大家公開 今天我們也不蓋牌 來 這兩檔個股一次跟投資朋友 做一個分享 最後這一段期間 我們說我們一直在跟投資人分享 其實是一個操作的理念 你看一下6117的銀廣 我們是這兩天才叫您去買的嗎 我們已經獲利70% 我們是從不到百元的時候 就開始做一個切入 然後到今天我們講 機器人相關的族群 其實後面還是有機會 因為視覺感測這個部分 其實才是慢慢的萌芽之中 但是難道帶你去講所羅門嗎 難道帶你去講廣民嗎 對不對 來 我們來看一下廣民 你有沒有發現它的結構 就是我們講的銀廣 就是我們講的廣運 連續幾天的黑K 而且還是先經過一個陷阱盤 先拉高後面 之後怎麼樣 一個回檔 當然如果以中長線結構來看 它的結構是還沒有被破壞 但是不要隨便接刀子 你可以操作的在什麼 第一個 這一家公司也有去參展Computex站 所以我說還是挑股比較重要 不是一竿子打翻譯傳人 就說Computex站好像都沒有行情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要懂得從中挑出一些好股票 而我們挑的股票不是所羅門 因為大家今天可能才發現 所羅門這個策略 黃仁勳背板寫什麼 我們買什麼 之前所羅門雖然成功了 但是這一次大家都知道的策略 那就不會是一個好策略 好像不太行 所以怎麼辦 相關的族群跟領域 以長線來看還是成長的 這個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挑選的結構 要挑選從第一檔發動的 這個部分有機會成為所羅門廣民第二 這才是一個怎麼樣 健康的操作步調 所以有興趣的 歡迎跟著我們這樣的節奏進行操作 那我們中間先休息一下 讓投資朋友稍微行行腦 我們先進廣告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 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那節目的下半段我們稍微修正幾件事情 因為投資朋友以為說 所以黃仁勳的演講不用看嗎 不是這樣子講的 我們也有看 只是與其注意他背後有哪些公司 倒不如去注意黃仁勳到底未來前景看好的 是哪些產業 Rubini架構 2026年開始會進行一個量產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們講 就是後面會更看重HBM高頻寬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Rubini架構一樣也是用GPU 但是我們今天講到HBM高頻寬記憶體 HBM31其實算是一個過渡期 接下來會往第四代做一個前進 相關的台場收匯股之前 我們就已經跟您做個分享了 4967的實權 今天股價的表現也還算是穩中透強 但是要提醒您 如果今天你發現 你注意到的族群跟個股 已經怎麼樣 有點走高的狀況 像是之前我們的銀廣 五月中開始操作 我們的6117的銀廣 6125的廣運 2354的紅準 這一檔是還可以續爆了 但是回過頭來 這是不是你現在應該把資金實成實的這樣壓進去 當然就不是 你應該找尋相關的個股 是還從第一檔開始發動 最後補充一件事情 再給你一個提醒 這一檔個股 跟Computex展賴清德開幕致死的時候 講的一句話有關 他說 他就跟外商講 我們保證一定穩定供電 相關的個股 其實也在這一檔裡面 就請投資朋友好好留意 以及好好把握 歡迎跟著我們的腳步進行操作 節目時間就到這個地方 我們明天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